又走回到柴西尔夫人 所以现在的英国的政典提出的是一个小政典把社会 所以又还是回来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 我说在教室里面也许我们可以 叹牛冲动啊 理想诚意甚高的说 可以用这个方式 实际上文人治国不见得都会迷惘 教室里面大家学学笔记啊 谈谈理想可以啊 真的等到到了政治的骨牌当中 面对普罗大众的时候 它其实问题的复杂度 远比这种抽笔的思想来的要复杂 所以英国又摆当回去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不用这个方式 它很难能够带动经济的经济的新的发展 那我们最近可以看到 英国前一段时间大概在七月份的时候 为什么发生大量的这个社会的暴动 这个甚至在伦敦啊 或者是佛明涵啊等等 很多的这种首战之躯 那它的原因在哪里 原因其实很多年轻人长到过去 那它失业率非常高 现在英国的失业率 那我们知道 这个由中东的一连串的 这个茉莉花的革命 推波助来 那么这个使得这个社会的安定性里面 造成冲击跟理想 所以不得不回到原来那种 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 就是政府本身只提供你最低的保障 主要是靠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从一个理想的层次 我们当然希望对于社会各项的制度里面 有更多的维护和稳健性的安排 但是过度的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的时候 那资源哪里了 我们都不是问来的 所以绝大多数的国家里面 面对的那个困境 是它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以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参采 在社会福利当中的自由主义的设成 所以运用这样的方式就是 你要想你什么样的生活 你自己就要努力去打拼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社会蓬勃的造型 我去欧洲的时候 当时很难理解 在意大利 那我记得这个下午的时间 因为 发现 这个走了一长串的路 要找一家 可以买水喝的地方 好不容易 他们很少那种7-11 因为这种文化在那个环境很难生存 我干嘛花那么多的功夫啊 去开一个24小时的商店 我卖给谁啊 我卖比较多 我税也抽的比较重啊 我卖的比较少 我的税抽的比较少 所以相较之下 我的实施所得并没有差太多 所以我干嘛一天花这么长的时间工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 在佛洛伦斯那个它非常著名的一条河流的这个旁边啊 有一家杂货店 那于是呢 我就看到那个杂货店不是整个的这个门窗都关起来 而且它当中有门缝 那个门缝有点类似像我们用 铁门拉起来 但是它是交错 所以外面可以看到里面 里面也可以看到外面 于是呢 我就跟着里面坐在那儿当中的那个老板 去敲门 或者是火机吧 我就敲门 I won't buy water 我想要买水 I won't buy water 我想也不是他听不到 他就跟我拼命比那个底下 你想底下有水吗 底下并没有水 也不是说你丢了钱 他就自动可以拿 他不愿意开门那也无所谓 因为意大利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很担心黑手打 所以跟各位说一下 就是说我要从意大利的佛洛伦斯 到那个瑞士的时候了 我要坐火车 那那个火车呢 是晚上十二点才开 因为我坐那个卧铺 坐那个Europax 结果我本来开始的时候 坐到那个后车体 但是坐到最后 我开始有点发毛 我一直想 因为一开始就有人来乞讨 但是给我晓得说 好快就会 划到前面会被抢 因为意大利有很多的基督赛人 因为这种基督赛人 因为有很辣 所以他生活的状况 其实我们也挺主要 但万一不能够满足的时候 他抢入观光客 他很好的这种 我一直想到哪里 所以脸又痛 我就害怕 我就不敢坐在那个 那个后车体 但你能够坐到哪儿呢 我又不是女朋友 对那个旅行团区 我不是 就跟我们家夫人两个人 是不是 找到 这个感觉上 还是有这个 诶 刚好看到其实对面 有一个太厨所缸 大概就像我们的铁路太厨所一样 好好好 那终于可以 看这个再到哪儿 一直等到12 这个时间几点 八点钟 都在四个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意大利的警察 也很怕被抢 那是什么 哇 他那个派出所的钢瓶的前面 还有一个玻璃 所以你到时候 如果万一发生被抢的时候 你喊不见了 他会理应 因为他那个 等于是平常是 用那个玻璃关起来的 他必须由里面按 外面人才能够进去 就有点像我卖珠宝一样 有没有卖珠宝 你可以进去啊 你要出来的时候 他要按那个安全能处 才能够 防弹的吗 是不是防弹 因为我没有测试 但是我总觉得 我在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很等于 我就想说 他真的能够去保障我的吗 还是整 只是装个样子好看 那有点像我们高速公路当中 有一些 就是指挥交通的 那其实是假的 假的 就如此 所以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买不到水 什么原因 那我再一次的跟他讲 I only buy the water I only won't buy the water 他前面加个地外 我只是要买你的水而已 那人还是不理 再比一比 哦 后于终于在下面看到一个 用白色的一个纸 纸板所剪 剪成的 他上面画了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 言下之意是什么 十二点到四点 是休息时间 买东西 那你看看手表 一下你再看看手表 现在四点元还没到 哇 我终于认知到 你看看做生意 那如果以我们来说 做生意 不要说三明半夜 哎 他都照顾哦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 有钱真的能够行回 非莫 那我在想 为什么欧洲能够保持那样的优雅 是 他社会福利很好啊 我从出生到死亡 我都照顾好 那我干嘛 就像孟子所说的 为什么大家 唧唧唧唧的 赚钱啊 前面都挂着钞票 所以批命往前冲啊 那我看优雅 还有这些群 都是孩子 是 但是这些优雅 其实把后代子孙的母子 是失掉的 所以 所以 就是我某种程度 我认为 当然这个社会 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的保障 但是 如果我们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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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